另外高雄还有一位方信中医师 他到一家连锁大卖场购物 但是由于当天人潮非常多 方医师当时被人群给推倒在地 结果造成他的左肩骨折 十几天了 左手臂还是有大片的淤青 而方医师他又认为 这是因为业者管控不当 才会造成他被人给推倒了 因此要求赔偿 不过呢 对方的回应是说 该负责的应该是推人的肇事者 而不是大卖场 负责这里 方信中医师把左肩骨折的腐具拿掉 露出手背 可以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淤血 在大卖场被推倒到现在 已经十几天了 他还是常常痛得睡不着觉 没有 他痛了不得了 很痛 真的 方医师是在这个月10号 到一家连锁大卖场购物 由于当天消费者非常的多 他就在面包的柜位 被人推倒在地 后面有人 他就把我一直推 往前推把我推 然后推我就推 就推倒 推倒了 推倒了 然后我这边是不太方便 然后我就晕倒了 就有点晕 然后在起来的时候 人家就帮我捡我的名片 方医师是左撇子 左肩骨折以后 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认为是业者管控不当 才会造成他被人推倒骨折 不过业者回应非常冷淡 在路上你被撞到 你也不能去找顿服啊 因为我们是提供一个场所 让你来购物 业者强调方医师应该是要找 当初把他推倒的人负责 而不是归咎于大卖场 业者仅能够协助当事人 钓鱼监视器 至于赔偿问题 实在有困难 昨天是由王嘉庆高雄报道 你好 好 好